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男青假千金身份被拆穿的那一天,妈妈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让我顶替林月,也就是真千金,回到豪门 她说,不管是我当这个千金,还是男青当这个千金 对我们家来说,都毫无损失 想起上一世林月回到豪门后的遭遇 我这一次没有像上辈子一样拒绝她的提议,答应了 就是可惜了林月这个大怨种 记得离开那个穷酸的家时,她还一脸不舍地看着我 姐姐,你回去以后,还会回来看我们吗?她真傻 都不知道,我那视力又坏透了的妈妈拿她的血去验了DNA 然后说成是我的,但我握了握她的手,一脸真诚 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真的吗?等我处理完事情,什么事啊 我没说,握了握她的头,转身坐上几千万的号车 回头去看时,身后我妈笑得得意 她估计以为她以后就要飞黄腾达了吧 不过她想多了,时隔一时,再次见到我那亲姐姐男青 她正哭得离花带雨,和她那个未婚夫兼青梅竹马鱼穿 给我上演一出分手的穷妖戏 模样看着好不可怜,要不是重生一事,我都要心疼了 可事实上,她早就知道自己不是真千金,却一直瞒着 没兴致看他们,你拉我扯,我走过去打断,你们好 能问一下前厅怎么走吗?他们这才注意到我 打量了一下我,瞬间就猜到了我的身份,男青醋眉 渝川则是沉下脸,你来做什么?这里不欢迎你 脸可真大,男家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心里翻了白眼,面上却是无辜 可我亲生父母在这儿,我不在这里,那谁应该在这儿呢? 渝川一叶,男青脸色难看 一脸穷酸样,就你,竟然是男家的千金 他搂着一旁的男青,无论是样貌,还是财学 你说你哪一点比得上青青? 真不知道伯父伯母怎么想的,把你接回来 简直是男家的耻辱 我眸光渐冷,原来上辈子 林月一回来,就遭受了这样的羞辱啊,样貌 我和男青可是亲姐妹,她觉得我丑,那男青能哪到哪去? 再说财学,要不是身份被调换,她男青能有个屁财学 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两人身后的游泳池 我挪了一步,装作不小心要往渝川身上挡 她倒是眼疾手快,嫌弃的后退,你果然别有用 话没说完,就踩空掉进了泳池 扑通一声,距大水花溅上来 男青呆了一瞬,赶忙跑过去救人 我也假装过去救人 哎呀,你没事吧,她手刚搭在台边上 正准备斥责我,我一脚踩在她的手上 特意用力碾压,她疼得大声尖叫 男青惊呼,你踩着她了,我四时才发现 不,不好意思,没看到,见我动作慢吞吞 就是不挪开脚,男青着急推开我 我故作失去平衡,胡乱抓着什么 脚下也不忘,又用力踩了几下 男青最后也被我弄进了泳池 看着在水里扑腾的两人,我一脸无辜 不好意思,你突然推我 我这才,两人一脸狼狈地爬上来 气得脸都红了,渝川指着我大骂 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人,到达是谁蠢 我这么明显地故意,都看不出来 我讽刺地扯了扯嘴角 不想抬头,就看到不远处的小洋房二楼有个少年 正慵懒散漫地半趴在雕花栏杆上看着我 夕阳洒在她身上,剔透干净的少年感 有一种恍如隔世的熟悉 我不由一正 上辈子,我见过她 天,我首次作为首席舞者站在台上跳舞 我早早就和林月约好,让她过来看我演出 本是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可我最后没有等来林月的人 却听闻林月自杀的消息 我匆匆赶到南家 那是我第一次来南家 第一次见我那亲姐姐 她笑得得意 说她十岁时就知道自己不是南家的千金 我震惊于怎么会有这么自私的人 气不过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 这个少年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他拉开了我 我以为他是要帮男亲 一时失守,也给了他一巴掌 他当时猛逼的眼神 我至今仍记得清楚 时空扭转 当时那个沉稳内敛的男人 逐渐与眼前这个少年重合 我莫名心虚 摸了摸鼻子 然要他下一秒 嘴角微不可见弯了下 妹妹 他说妹妹的时候 那声音含在唇齿里 莫名的暧昧 我不由心头一跳 还没反应过来 男亲先回了他 下一秒意识到什么 又低落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妹妹了 说着打了几个大大的喷嚏 然后浑身发抖地站在那 好不可怜 不愧是我亲姐姐 论茶里茶器 和我有得一拼 于川都心疼死了 将他抱在怀里 各种安慰 于川 你未婚妻还在这儿呢 别这样 我只认定你 别让我不在乎 我哆嗦 他该不会以为 他们之间的爱情很伟大吧 动不动就来个 尬死人的宣言 男玉从洋房里出来 戴着细矿眼镜 不笑的时候 很斯文温和 于川 你们俩拉车了一周了吧 你要这么心疼 不如把他接到你家 于川 男青脸色都白了 这回是真的委屈了 哥哥 你这是不认我了吗 不是你说 已经不是我妹妹了吗 少年无辜 又转头看向我 妹妹 爸妈可都在等你呢 我配合地 装出乖巧的感觉 你就是我的哥哥吗 他忽然笑了一下 俯下身来 与我近距离平视着 意味深长 哥哥有很多种 你说的是哪种 上辈子没怎么和他接触过 但听闻男家的大少爷 品学兼优 教养极好 上辈子见到他时 他也端得一派稳重 怎么如今还会调侃人 正寻思着该如何开口时 他已经转身离开 他们都在等你 跟我来吧 语气恢复平淡 一派斯文端正 仿佛刚才那个 带着调侃语气的人 不是他 跟着男女到会客厅时 土豪爸妈 还有那一大群亲戚 早就坐在会客厅等着我 土豪妈率先过来抱我 我的女儿 你这些年受苦了 后续紧跟一群亲戚 对我嘘寒问暖 给我送见面里 我强忍抗拒 很配合地露出 楚楚可怜的乖巧模样 任他们跟撸猫似的摸我的头 然而我却听到 身后传来男女的低笑 我不懂她在笑什么 我警惕地看去 她悠然坐在沙发上 眉眼带笑 看起来温和无害 妹妹看我做什么 我一秒气缓温顺 还不知道哥哥你叫什么呢 还没回答 土豪妈已经开了口 晚晚 这是你哥哥 男女比你大两岁 此时此刻 土豪爸妈对他这个新来的女儿的态度 还是很好的 眼含泪水 好像很是心疼这个女儿 自小流落在外 然而要下一秒 男亲湿淋淋地进来了 一脸委屈地和众人打招呼 然后落寞地站在角落 可把土豪爸妈给心疼的 立马就顾不上我了 纷纷跑去问她怎么了 她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没什么 我嘴角抽了抽 那表情 那眼神 那一有所指的话 看似没说 但其实都说了 果然土豪爸妈迟疑地看着我 晚晚 这是怎么回事 我无奈再次装起无辜 妈妈为什么会问我呢 难道你们觉得 是我做了什么吗 我敢吗 土豪爸妈惊讶 没想到我会直接反问出来 不过转念一想 确实 她才刚来 轻轻平时又娇气 不太像是能被欺负的性子 我亲眼下眸 我看我还是回去好了 刚才外头那个哥哥也说 这里的人不欢迎我 还嘲笑我穷酸 两人震惊 谁这么说你 我没回答 哭着转身就要跑 把众人吓了一跳 赶忙过来拦住我 你这孩子 这是做什么 这是你家 你还要去哪里 别听人乱说 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没有人比你更应该待在这个家 这话一出 男亲神色暗了下来 我一脸怯怯 你们不用安慰我 我知道的 你们和我没有感情基础 所以你们看到姐姐淋湿了 才会第一时间怀疑我 普豪爸妈 听得又愧疚又心疼 只能转头看向男亲 亲亲 你是姐姐 婉婉刚来 对这里还不太熟悉 你以后你让了她点 男亲磨光阴霾 却只能点头说好 婉婉 以后她就是你的姐姐了 你们一定要好好相处 知道吗 我笑不尽眼底 也点头说好 确实是我血缘上的 姐姐 不过 血缘有什么重要的呢 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 是林月 可不是她 用过晚膳 我被带进他们 给我准备好的房间 土豪妈特地强调是 男亲给我布置的 话里话外 全是男亲善良体贴 要一旁的男亲 故作谦虚地说应该的 两人一唱一和 真真是一对好母女 我听得生理反胃 面上故作强颜欢笑 这些年 亲亲姐姐能和爸爸妈妈 一起生活 应该很幸福吧 不像我 我这些年 亲亲姐姐的妈妈 对我可苛刻了 天天让我做家务 每次一打牌输了 就对我动手打骂 文言 土豪妈想继续夸男亲的话 就这么噎在了喉咙里 男亲脸色也不太好看 只能善善道 妹妹 以后你想要什么 姐姐都可以送给你 以前的事就忘了吧 我讽笑 她送 这里的奶一样 原本不都应该是林月的 男玉又不合时宜的出现 妹妹不用难过 以后想要什么 哥哥都给你 她戴着西矿眼镜 虽然丝丝闻闻 但淡漠的毛子盯着我 总感觉她能看出什么 我怕自己一心过多 不敢多想 只乖巧道 谢谢哥哥 她勾唇一笑 在大家最后都离开之时 突然靠近我 意味深长问了句 我看妹妹你细皮嫩肉的 你在那个家 真的过得那么艰难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为什么总说些奇怪的话 伪装的面具 有一瞬间出现裂痕 然要还没容我狡辩一番 她已经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 不由醋眉 她是不是知土豪爸妈 给我找了一所学校 但不是南清的那所 比南清所在的贵族学校烧刺 南清看起来得意极了 这是八成跟她脱不了关系 想起上辈子林月的妥协 我故作单纯的一连三问 是不是我不配上那么好的学校 是不是他们嫌弃我 是不是也觉得我比南清差 文言夫妻二人哑口无言 他们确实是这么觉得的 但是被自己亲女儿 这么直接问出来 莫名愧疚 只能打圆场说 之前招生满了 他们会再去求校长 我没拆穿他们拙劣的借口 男家可是最大的股东 他们想安排什么人进学校 轻要一举 南清不甘急了 后来几天开始坐腰 三番两次 明明我都还没有做什么 她就总是在土豪爸妈面前 一脸无辜 可怜兮兮 土豪爸妈看她小心翼翼的样子 心疼极了 终于在她又一次准备陷害我之时 这次我成全她 把她最爱的钢琴给弄坏了 她不可思议 下一秒就心疼地哭着去找土豪爸妈 土豪爸妈一听 不要责备我 我立马露出比她更惶恐的表情 姐姐 我不是故意惹得你不快的 实在是我从小干的就是粗活 我这辈子 碰到过的最贵的东西 就是一千块的手机 我真的没见过钢琴 你非要教我钢琴 我这才不小心弄坏了妈妈给你买的这一千万的名牌钢琴 我话说完 土豪爸妈就噎住了 一脸心酸又心疼地看着我 男亲愤愤 还想要说什么 但土豪爸妈打断她 亲亲 只是一架钢琴 你别老是小题大做 妹妹她不像你自小锦衣玉石 见多识广 你多让了她点 夫妻俩已经没了那个要替她做主的心情 毕竟欺负我的可是她的亲妈 她只能认栽 暗暗讥笑 傻逼 第一天上学 男亲没有和我一起 自己提前坐上司机的车走了 关于男家真假千金的事 早就传遍了整个学校 我一进学校 就明显感觉到 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里都透露着好奇 有些好奇里还带着不善 这种不善我最熟悉了 上辈子在舞团里 见惯了这种不服和不屑的眼神 甚至后来我当选首席舞者 他们不少人更是背后议论我 说我有后台 证据更是离谱 就因为每次表演 结束我都会收到一束花 但事实上 我根本不认识送花的人 从我进舞团没多久 还是小配角的时候 就收到了 我估摸着 应该是送错人吧 在一个女同学的带路下 我走进教室 教室里的同学们看到我 气氛瞬间安静了 男亲安静地坐在座位上 装着没看到我 我偏不让他如意 走过去打招呼 姐姐早上怎么也不等 等我就来学校了 他醋眉 并不怎么想在外面和我说话 我有点作业没做完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早前跟我说啊 家里就一辆车 你直接让司机送你过来了 我怎么办呀 他脸色一僵 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地 当着众人的面 直接问出来 周围人都在一样地看着我们 他脸一下就白了 喂 新来的你也太多都逼人了吧 一辆车要也就斤斤计较 这么在意 我送你一辆啊 当真 我转头望向说话的人 他一咽 没想到我会顺利接下来 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 然要我还在望着他 眼神认真且专注 周围同学也看着 他只能映下来 自然是真的 我满意一笑 那我什么时候能收到车 操 你压的 他小声嘀咕着什么 不愧是贫邻库里 出来的野丫头 这位同学 你这话可就伤我姐爷的 自尊心了 这里谁不知道 真正出身贫寒的 是我姐姐呢 我无辜地看着他 他神色中 闪过一丝说错话的恐慌 男青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一旁男青的脸色 十分难看 从小到大 没这么无地自容过 青脸下眸 眸中闪过一丝阴郁 妹妹对不起 以后我一定不坐司机的车了 车子让给你坐吧 他委屈兮兮地开口 似是隐忍退让 文员众人谴责的眼神看向我 一脸不认同我 咄咄逼人的坐牌 姐姐不用了 车子就给你坐吧 这位同学不是说 会送我一辆车吗 我以后就坐他送的车上学了 话说完 男青的备胎舔狗 尖笑霸凌也 差不多被我气死了 虽然我是临时转学过来的 贵族学校的课程 也和上辈子我的学校不太一样 但我上辈子的学习还不错 有上辈子的基础在 我不过一周 就适应了下来 不过这些还是不够的 男青可是年纪第一 我必须在这次的月考中考得第一名 妹妹 你以前应该没有接触过这些吧 等会要是跟不上 可以跟姐姐说 姐姐会教你的 准备上舞蹈课 大家正在活动筋骨 男青假惺惺的过来说 文言众人也都看戏事的看过来 男婉 说起来你来的巧了 这堂课 老师会挑选挑的最好的人来出演他舞台剧的女主角 一个月后就是百年校庆了 能站上校庆的舞台 可是见光荣的是 你跟他说这些做什么 别说女主角了 我看他连芭蕾舞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就是啊 男青可是我们这群人里跳得最好的 女主角肯定是他呀 众人一唱一和 话里话外全是在贬低我 男青的眼里也带着一丝不屑 我笑要不语 舞蹈啊 那可是我的强项 很快 老师进来了 确实如他们所说 要选舞台剧演员 老师 我们这里也没人比男青跳得好了 女主角就不用再选了吧 有人调侃 老师一听 也是 那就 老师 男青突然举手打断 这样不公平 还是都比一下吧 我不一定是最好的 他的眼里是那么的自信 要在别人的眼里 他是那么的善良和公正 老师也赞赏地看着他点头 行 那就大家都表演一段 我看看谁更好 表演顺序是按抽签决定的 我抽到的是第16号 我观察到男青再来问我是几号之后 回去偷偷和别人换了号 起初不懂他在搞什么鬼 直到老师喊第15号的时候 他站起身 我才知道他什么意思 想在我之前跳 好给紧跟在他后面 跳的我一个强烈对比 让我出丑 可真是煞费苦心了 我默默看着 已经跟随着音乐舞动的人 看得出来 他跳得很认真 不过 跳舞有时候还挺堪天赋的 更别说 像他们这种大小姐 只是把舞蹈当成一项 可以炫耀的才艺 肯定不会多刻苦地去学 上辈子的我 在舞团里 可是经过了七年的魔鬼训练 一舞完毕 教室里响起雷鸣般的响声 我甚至听到了于川的声音 闻声看去 果然是他 于川还有不少同学 都站在舞蹈教室门口 看着男青 轻轻跳得好 于川高声道 男青一脸害羞地坐了回去 又暗暗挑衅地看着我 妹妹 该你了 我淡然起身 因为事前没有准备音乐 我起身后 让老师继续给我放男青的音乐 文言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似乎在笑我的无知和草率 门口于川嫌弃的眼神 更是不要太明显 然后几秒钟之后 大家的笑声就都消失了 纷纷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这舞怎么跳得和男青的一样 有人小声嘀咕 是一样啊 但又感觉有哪里不一样 虽然很多高难度动作 他都简化了 但男青跳的时候 会让人觉得 是他跟着音乐跳 要他跳 为什么会让人感觉着 这音乐 是因为他的舞蹈才出来的 短短的一分钟 一舞完毕 众人还处在震惊当中 无视男青黑成锅底的脸色 我看着老师 老师 我没有学过跳舞 所以就照着我姐姐的舞跳 应该不算违规吧 老师都惊呆了 你没有学过跳舞 我故作无辜地摇头 没有 我刚才都是瞎跳的 老师和众人再次沉默 没有学过跳舞 还能只看过别人跳一下 就原封不动地复制出来 我也不怕被拆穿 我现在才17岁 无论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 我都还没有进舞团 只是私底下的自娱自乐 没有人会知道我学过跳舞 上辈子 我也是在18岁的时候 才遇到了我的伯洛老师 是他力排众议 破格让我进了舞团 老师最后还是选了男青 作为女主角 选我当女儿 众人表情各异 心里都知道这个结果 有多么的不公正 不过没有人说什么 我倒是淡然 当不当女主角不重要 重要的是 男青不开心了 我就爽了 果然 他这个女主角 一下课就委屈地 扑进渔川怀里哭 我故意凑过去 姐姐 恭喜呀 你实至名归 他脸色一僵 更难看了 渔川插进话 难道你不要太过分 我无辜脸 我只是恭喜一下姐姐 我有说错什么吗 你分明就是羞辱她 这怎么会是羞辱呢 我故作震惊 渔大少爷 难道你觉得 姐姐当选女主角 不是实至名归 我渔川掖住 男青也一脸震惊 和不可思议 失望地看了渔川 你竟然是这么想我的 亲亲我不是这个意思 然要男青自尊心受挫 什么也不想听了 推开她就要走 却看到人群开外的男玉 哥哥 闻声我表情立马收敛 看过去 她的大学部的 怎么会在我们高中部这边 这所贵族学校和一般的学校不一样 每个贵族子弟都可以在这所学校里 从小学读到大学 怎么哭了 她问的是男青 看的却是我 我假装没看到 想默默顿走 不料她直接当众叫出了我的名字 男婉 过来 我脸上秒变乖巧 哥哥怎么了 她也面带微笑 你跑什么 没有啊 一旁的男青 以为男玉是要给她主持公道 人是一脸伤心和落寞 哥哥 舞台剧女主角我不想 当了 虽然结果是老实决定的 但我看妹妹挺不服气的 要不我还是让给她吧 却不料男玉看了我一眼 一脸正经 你们的笔试我虽然没看 不过晚晚应该跳得比你好 我 这是什么逻辑 男青表情僵住 以为自己听错了 呆呆地看着男玉 哥哥 你怎么这么说 哥哥小时候对她一直都很好的 态度开始变得冷淡 好像是从十岁开始的 十岁 难不成那时 哥哥就知道了什么 想到这儿 男青表情突然变得无比恐慌 男玉 你在说什么 男青可是你妹妹 你竟然偏向一个外人 于川插进话 可是论续人关系 男婉才是吧 周围有人嘀咕 于川也才意识过来 他差点忘了 男玉看都不看他 一把拽着想偷溜的我 陪哥哥去吃饭 我好想拒绝 但好像拒绝不了 姐姐也在这儿 他也一起吧 我可不敢和男玉单独相处 总觉得他是要套我话 出来学校时 两个人的午饭 变成了五个人的 男青有心要和男玉 维系感情 所以即使不想见到我 还是答应来了 于川怕男青受欺负 也后脸皮跟着一起 要我们中途遇到了 男青的甜狗林野 他听闻 我们要出去吃饭 也死皮赖脸的 非要跟着一起 在校门口准备上车时 我听到了一个久违的声音 姐姐是林月 我惊喜的回头望去 一个月没见了 她似乎过得不错 估计是我前段时间 给我妈打了很多钱 让她照顾林月 她拿了钱 心情好 听进去了 姐姐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好想你 她跑到我跟前 一下破镜 我怀里哭诉着 身后四人困惑地看着我 我只能给他们介绍 男青表情有些嫌弃 估计是看不起 她这个亲生妹妹 于川没说话 只是复杂地看着男青 又看着男青的亲妹妹林月 林野则是好奇地打量林月 你看着可比男晚乖巧可爱多了 我眼神凉凉地腻了她一眼 怎么 不服气呀 我微笑 就冲林野哥哥 你前几天送我的大车子 我怎么敢不服气 林野气夜 难遇不悦地出声打断 既然来了 那就一起吃饭吧 我惊讶地看着她 想知道她什么意思 她注意到我的眼神 却没好气地冷哼一声 还不跟着你的林野哥哥上车 我这回是真无辜 生什么气啊 男青窃喜着开口 哥哥你是为了我才叫上她的吗 谢谢哥哥 男玉醋没看了她一眼 倒也没反驳 去的店是男玉选的 是我上辈子有钱之后 最常去的一家店 我很喜欢这里的菜 不过如果同桌者是这些人的话 那再好吃的菜 也有些难以瞎厌啊 六个人 气氛不怎么和谐地吃了一顿午饭 林月是个单纯的 根本没看出气氛的不对 全程沉浸在见到我的喜悦当中 一个劲地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云一也似乎对林月还挺有兴趣的样子 很是直白地问她 穷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 然后林月还真认真地回答 我有些无奈 这么蠢 怪不得上辈子回到金圈 不过几年 就被欺负得抑郁自杀 长点心霸傻妹妹 碗里突然被人加进来一道菜 我抬头看过去 南宇一脸正经 我加错了 这个我不爱吃 扔了浪费 你吃吧 我是垃圾桶吗 虽然她家的这道菜我确实喜欢 但因为位置太远 上菜到现在我一直没吃上 时间转瞬即逝 一月一次的月考来了 这半个月以来 我都在专心学习 两辈子加起来 我都没有这么努力过 终于在月考成绩 出来那一刻 我的名字取代 男青排在了榜首 我终于放下心来 还好 没有白费功夫 一转头就看到 一脸不敢相信的男青 他死死地盯着成绩公告来 怎么可能 他最近因为舞台剧的事 一时大意 没有好好复习 一直以为 可以稳达第一的 毕竟一直以来 他都断层是 甩了第二名一大截 可谁能想到 他突然猛地 阴郁地瞪向我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他想杀我的心都有 然要下一刻 渔川出现了 他忙收敛表情 周围人窃窃私语 续言是多么重要 都说男家的人很聪明 看看男玉 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 以前一直觉得 男青也不错 可这男晚才刚来一个月吧 就取代了男青 一直以来的第一名 果然 假公主就是假公主 是啊 听说最近的舞台剧排练 男青也跳得很糟糕 根本抵不上男晚 越听男青脸色越难看 痘大的泪珠直直滑落 渔川呵斥了周围八卦的人 又出言安慰他 然要他正情绪崩溃中 渔川最后好心 被当成驴肝肺 反被男青发了一通脾气 我在一旁默默看着 直到男青跑远 才凑上前去接着补刀 舔狗都没你这么会舔 渔川以为自己听错了 隐忍着怒气 你说什么 我一改往日的乖巧温顺形象 挑衅地笑看着他 我说 你连舔狗都不如 男晚 晚上 我刚回到男家 就看到那对夫妻 在安慰男青 我假装不知道 乖巧地和他们打招呼 又对他们嘘寒问暖 与男青的无理取闹比起来 我显得懂事多了 我顺势摆出我的成绩单 说老师 让他们签字 夫妻俩都很震惊 没想到 晚晚你成绩这么好 大概是我们男家的基因遗传吧 因为爸爸妈妈都很聪明 所以哥哥聪明 我也学得快 这话说的他们很受用 也难得思考起 血缘的重要性来 尤其是一听到成绩 男青更耍脾气了 两者对比 夫妻俩头疼的同时 越发觉得 与他们有续人关系的我 真真是哪哪都遗传了 他们的优良基因 前段时间 你的舞蹈老师来找我们了 说你很有天赋 你考不考虑往这方面发展 文言 我故作纠结 其实不用他们说 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 我也是会回去 走我上辈子的这条路的 我爱跳舞 然而我还没回答 就被刚进门的男玉抢答了 往往很适合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 我诧异地看着他 他什么时候对我这么了解了 夫妻俩很信任男玉 男玉说适合 他们也越发觉得 让男家出一个舞蹈家 不是不可以 反正比前也没几个人 比得上他们家了 比起培养下一代商人 培养艺术家 更能让他们有成就感 说干就干 一晚上 整个饭桌上 夫妻俩都在和我讨论 找私人舞蹈老师的事 我不堪其扰 只能敷衍地点头附和 要男青 则是气得 饭吃到一半就回房了 最近 我妈频繁给我打电话 说需要钱 我一猜就知道 她肯定是又去读了 有心给她个教训 我没有给她钱 但又担心她会拿林月撒气 于是我选了个土豪爸妈 心情都不错的一天 提出能能再收留一个女儿 他们愣了一下 显然没想到 我会提这么离谱的要求 只能善善问我是谁 男玉和男青 同时抬头看向我 我没说林月的名字 只是道 她是姐姐的亲妹妹 爸妈对姐姐这么好 还送姐姐上 那么好的学校 再收养一下她妹妹 没关系的吧 话说完 男青脸都黑了 却只能隐忍着情绪 要男玉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也没说话 夫妻俩略迟疑 可是她家里人 应该不会同意吧 爸妈 你们不知道 姐姐的亲妈 对我和林月可差了 经常不是打就是骂 我是真的心疼她 你们上次不是说 要给我一个考第一名的奖励吗 我只想要林月过来 和我一起住 夫妻俩为难 但表情隐隐有松动 男青坐不住了 爸妈 这没必要吧 我们家人已经很多了 我惊讶地看着男青 姐姐 你怎么会这么说 难道你不希望你的亲妹妹 过得和你一样好吗 她在那个家里 你妈妈对她也不好呢 文言夫妻俩一脸不赞同地 看着男青 男青脸色一僵 只能附和我的体移 最后夫妻俩答应了 我的要求 男玉也没提什么意见 只是我回房了以后 她突然来找我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刚洗完澡 文言擦头发的手一愣 哥哥你说什么呢 她微腻着眼 在装傻 可就不好玩了 妹妹 也许是男玉的眼神 太过犀利 当天晚上 我竟然难得地梦到了她 梦里她将我困在床上 压制着我 眼神冰冷 别装了 我知道你是谁 吓得我从床上惊醒 大汗淋漓 男玉这个人 着实奇怪 台练了大半个月的舞台剧 终于 孝庆要来了 这半个月里 男青跟变了个人一样 每天疯狂练习 似乎铁了心 一定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好几次我都看到 她朝渔川发脾气 把渔川气走 要美美这个时候 我都不忘跟上去插刀一句 渔川更生气了 气得口不择言 男婉 你每次都这么主动来我面前找存在感 甚至喜欢我呀 我面不改色 存心恶心她 是啊 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她一噎 下一秒脸竟然红了 支支吾吾的 半天也对不回一句话 直到她看向我身后 喊了句 南玉 我一愣 下一秒就听到南玉那能冻死人的声音 妹妹 你才17岁吧 早恋可不好 语气平淡 但莫名感觉到一股杀气 渔川一直就有些怕南玉 文言灰溜溜跑了 我自从上次那个梦之后 也一直在有意躲着南玉 渔川一走 我也想溜 然要却被她拽住衣领 最近在躲我 没有 否认得这么快 心里有鬼 哥 我节目准备开始了 我还得去换装呢 我送你去 她态度强硬 我只能同意 再来到大礼堂附近时 正头脑风暴怎么脱身 就看到不远处一起走来的 林月和林野 他们两人似乎最近总是一起走 要且看他们这状态 好像是林野在缠着林月 这可不好 林月这傻丫头 可别被这笑爸给欺负了 哥 我去找林月 我担心林野会欺负他 他挑眉 顺着我的视线看去 也微眯着眼 林野这小子 确实我也看着不顺眼 是吧 我顺势挣脱他就跑 那哥 我就先过去了 警告了一番林野 我把林月带去后台化妆间 南青这个女主角 早就在那里化妆 看到我和林月 她眼神很复杂 说起来她最近真的很奇怪 我也没理会她 让林月自己待着 我去换衣间换衣服 然要进了换衣间 我刚准备穿上戏服时 却发现衣服被人动了手脚 那处手脚并不明显 不过因为上辈子 我遇到这种事过于多 所以对于每次要上场表演的服装道具 都会仔细检查 这一检查 就让我发现了不对劲 得亏我发现了 要是换个傻一点的 到时候上了台 就得当众裸奔了 虽然怀疑南青 但还没有证据 我决定先不动声色 完成今晚的演出 刚好换衣间里有针线 我看了眼手里的衣服 还有挂在架子上的布 心中有了想法 我出来时 发现化妆间里只有南青和林月 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 林月表情有些不对劲 尤其是看到我出来 她的眼神更是奇怪 震惊里带着一丝不敢相信 要南青 则是一脸嘚瑟 认识这么久以来 头一回不伪装 直接向我宣战 今晚 我会让你知道 谁是白天鹅 谁是丑小鸭 姐姐说什么呢 你穿的不就是白天鹅的舞服吗 她神情烈士 但你连当黑天鹅的资格都不配 今晚我会让你身败名裂 我没理她 牵着林月的手出去隔壁化妆间化妆 姐姐 她刚才跟我说了一件事 林月欲言又止 她以后说什么 你都别理她 林月纠结 但还是听话地点点头 我和南青的节目是第五个 在后台等待上场的时候 土豪爸妈也来了 南青从半个月前就每日一问 让他们一定要抽空来看演出 晚晚这是你第一次演出 紧不紧张 土豪妈 慈爱地看着我 这几个月的相处 我已成功俘获了这对夫妻的心 然要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过敏感 在土豪爸妈对我多方关切询问之后 一旁林月的表情有些不对劲 还没等我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外头主持人就报了我和南青的节目 我只能先上台 我演的是黑天鹅 南青是白天鹅 她的服装比我好看 戏份也比我稍重 看得出来 这段时间她是真的用心了 跳得比之前好了不止一点两点 瞧她在观众看不到的视角里 还能分神出来跟我嘚瑟 估计是以为我接下来要出丑了 不过她想单纯了 在音乐声中 我淡定从容地跟随音乐舞动 结果打在她身上的那道光束 伴随着台下观众的掌声 黑暗中我听见她说你死定了 果然是她 在几个高难度跳跃之后 我的衣服果然传来撕裂的声音 不过并没有她想象中的走光 反而这条裙子列得很刚好 黑色的裙子突然多出一抹白 并且随着我的动作 裙子最后逐渐展开 白色的部分越来越多 有一种黑天鹅 蜕变成白天鹅的既视感 台下观众不清楚 这档节目的原始版本 只以为这是创意 此刻看着台上灵动轻盈的身姿 不由纷纷鼓掌 男青也呆住了 似乎还在想 为什么裙子和她料想的不一样 我都跳完我的部分了 她还再没反应过来 等反应过来时 她已经慢了两拍 因为紧张 导致她后面想要补救 也补救不回来 只能越跳越乱 甚至因为舞蹈本身 就都是高难度动作 她一个不小心 裙子肩带断了 这突然的变故 她也没预料到 当下惶惶不知所措地 站在舞台中央 双手抱胸不敢乱动 可把一旁的老师给急的 这可是百年孝庆 来的可都是各行各业的商圈大佬 节目可初步的差错 男婉 你快上去 文言我立即上台 自然地在舞蹈中 把男青给弄下台 然后接着音乐 继续把这档节目给表演完 一直到最后 节目演出结束 男青也没有再上来 只有我这个女二 和其他同学羡慕 不过有什么重要的呢 在大家眼中 今晚的女主角 只有我 男青只是一只丑小牙 灯光闪烁 在扫到台下某个位置时 男玉的脸骤然出现 那一瞬间 我突然觉得有点熟悉 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场景 好像曾有很多次 我在台上演出 男玉就是这样 坐在台下看着我 但是 应该不可能啊 男娃 你陷害我 我刚下台 就被发了疯的男青 打了一巴掌 正好被走来后台的 土豪爸妈 男玉 还有林月等人撞见 这 这是做什么 夫妻俩一个扶着我 一个拉开男青 我还没说什么 男青先委屈地哭了 说我故意弄坏他衣服 理由说得有理有据 证据就是我这身衣服 爸妈 他之前的舞蹈服不是这样的 怎么可能刚好那么强 我的衣服坏了 要他的衣服变成了白天鹅 文言 夫妻俩半信半疑 晚晚 这件事 你怎么说 不错 这对夫妻 现在没有一上来 就相信男青要直接怀疑我 爸妈 我的衣服 其实也被人动了手脚 我是上台前发现了 又不好麻烦别人 所以只好自己乱改 我也细经地委屈起来 说起来 姐姐你今晚说 要让我身败名裂 你的行为也很可疑呢 你胡说 我没说过 你们别信他 我怎么胡说呢 你今天警告我的时候 我刚好手机开的录音呢 说着我拿出手机 播放录音 录音里赫然是 男青趾高气扬的声音 今晚 我会让你知道 谁是白天鹅 谁是丑小鸭 但你连当黑天鹅的资格 都不配 今晚我会让你身败名裂 录音放完 众人心里已经有了判断 然要男青依旧嘴硬 大家别信他 他肯定是早就料到了现在 所以才提前录音 不然 他怎么那么 刚好有这段录音 他今晚似乎异常地 获得出去 一定要与我来个了断 一点不留后路 姐姐 这不是我特 一录的音 在你说话之前 这段录音里 是我的自言自语呢 我怕我上台时忘词 所以就 自己录了下我的台词 想着时不时温习 我把录音往前拉 正您清白 他顿时哑口无言 我又道 说起来姐姐的行为才奇怪吧 为什么你的衣服坏了 你会第一时间怀疑是被人做了手脚 并且怀疑是我呢 不会是一己夺人了吧 要不还是让大家看一下 到底是衣服质量的问题 还是被人为割断的吧 这个很好判定的 文言他心虚 僵持在原地 姐姐要是不敢给 我就先把我的衣服给大家鉴定了 我半点不带犹豫 回去换衣间换下衣服 出来时 大方给众人检查 土豪妈倒是公正 这件衣服之前 确实是被人故意割断了一半 后面 是玩玩你自己改补的 我点头 我又看向南青 姐姐 该你了 如果你的衣服不是人为的 那可就是你陷害 我不成 在自己衣服出了问题之后 还要倒打一耙了 南青这下子是真的慌了 虞川一脸失望地看着他 亲亲 他说的是真的吗 他突然指着我 他就是个撒谎精 他是骗你们的 包括他说 他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震惊住了 从外头赶来的林野文言 就是一句卧槽 虞川走到南青旁边 亲亲 话不能乱说 南青气地推开他 你这是不信我 你不信我 你问林岳呀 他才是真正的男家千金 文言众人一致 看向角落里的林岳 此时此刻 我终于知道 今晚上上台前 为什么觉得怪异了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讽笑 他该不会以为 这样我就怕了吧 我这次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身份曝不曝光 根本已经无所谓了 我本来也打算 今晚回去就主动说开 反正南青从今天开始 就不会再回得去男家了 燃耀 林岳坚定的声音忽然响起 我不是 是南青在骗人 他说让我和他一起骗大家 是他想把男丸赶出男家 我惊讶了一瞬 在收到他眼神无声的回应之时 心里从未有过的感动 我妹妹 从来不会撒谎和耍心机 两辈子了 这是头一次撒谎吧 还是为了我 不过 这个身份 是时候还给他了 林岳 确实才是男家的千金 我看着众人 淡定地说出 这个震惊 众人下巴的事实 大家谁也没有说话 只有看戏人林岳 卧槽 这二次套娃呀 这是 假千金被发现之后 换回来的 还是一个假千金 那这次这个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家这是要轮流 坐一回男家的千金 林岳走到我跟前 姐姐 我握了握她的手 别怕 她摇头 我不怕 原来你之前说 要处理的事 就是这个 我摸了摸她的头 我家傻丫头 终于聪明了一回 林岳爸妈 终于从震惊中回来 一脸复杂 又可惜地看着我 你真的不是 我们的亲生女儿 我坚定摇头 真的不是 你怎么会不是呢 我无视 他们的怅然嘀咕 离开前又报了一个秘密 伯父伯母 男亲早在十岁的时候 就和我妈妈见过面了 她知道自己不是 男家的亲生女儿 却一直在骗你们 如果你们真的心疼 林岳这么多年受的苦 就请不要再收留她 这话一出 这回男亲真得腿软 坐在了地上 男亲这半个月的奇怪 应该和我前段时间 没有给那个吸血鬼妈妈钱 但是 她却没再来 找我有关吧 不出我所料 她应该是因为我不给钱 所以来找了男亲药 并且告诉她 我是假千金这件事 男亲还以为拿捏住了我 呵 一年后 我上了大学 我的生活重新 恢复了平静 和上辈子一样 我的伯乐老师 依旧找到了我 让我进舞团 因为有上辈子的加成 这次我不需要 再在舞团里熬七年 只花了七个月 我就拿下了首席舞者的位置 要这次 我凭实力断层式 吊打其他人 没有人再不服我 林月回到南家后 没有了男亲的阻碍 日子也过得很好 还常跟我说 她爸妈很想我 我倒是没放在心上 不过她说林也和她告白了 这我倒是有点担忧 林也不是男亲的舔狗吗 什么时候喜欢上的林月 不会是要为男亲报仇吧 我杀去林月的学校 想看看林也什么意思 但林也没看到 先碰到了渔川 本不想理她 但她叫住了我 想问男亲的事 自己去问 我不清楚 我经济独立 根本没有再回那个家 不过听说男亲 跟着那个吸血鬼妈妈生活 日子过得很惨就是了 不是要问她 那你还能有什么事找我 她有些不好意思 就是想知道你的近况 过得比你的亲亲好 放心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上次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 我愣了一下 后忍不住笑了 你信了 你们有钱人 都这么轻易相信人的吗 她黑了脸 所以你没有喜欢我 你回去照照镜子好吗 只有男亲才会看得上你吧 渔川被我气走了 我不以为意 正要继续去找林也和林月 又碰上了个人 男玉 怎么哪哪都有你 我刚去你学校找你 他们说你不在 想起这个人 最近老来我演出的地方 看我表演 还给我送花 大家都调侃 他是我男朋友 我就头疼 大哥 戏呢 已经演完了 我和你 没有任何关系 你能别老在我跟前晃悠吗 就算是我之前欺骗了你和你父母 这不也是出于善意吗 看看你现在 这破辣劲 之前装乖巧 挺累的吧 所以 所以我请你吃饭 谢谢 我减肥 我没想到男玉这个人 这么难甩开 后来大学四年 四年如一日 天天来我面前找存在感 姐姐 我哥他喜欢你 你没发现吗 我发现了呀 但他喜欢我 我就必须喜欢他吗 顿了顿 我看了眼状态 越发好的林月 你和林月 真的要订婚了 也太快了吧 文言林月一脸甜蜜 他人真的挺好的 我看他这样 也不好说什么 确实经过四年的观察 我发现 林月这人除了嘴欠 也没啥坏的 订婚那天 姐姐你会来的吧 爸妈真的都挺想你的 他们想不想不重要 但是你订婚 姐姐一定去 不巧 我前脚刚答应 后脚就发现那一天 我有一场演出 不想让林月为难 我只能和舞团这边请假 然要他们说 这次的演出 不仅仅是对舞团加成很大 对我自身也是 这次的演出 决定了 我能不能站上国际舞台 不想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打算跳完就赶过去 然要表演那天 我却在观众席里 除了看到南宇 还看到了身穿礼服的他和林也 愣神的一瞬间 他冲我高喊 姐姐 不能来看你人生第一次首席舞者的舞台 这一次我一定不能错过了 我知道他指的是我三年前的那次演出 但莫名的此情此景 竟让我想到上辈子 这也许是另一种圆满吧 我的演出很成功 一下舞台 我就去找林月他们 我问他 怎么突然会来 他说是南宇叫他来的 南宇和他说 我一直想让他来看一场我的演出 那一瞬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念头涌上我心头 去往订婚典礼的路上 我坐的是南宇的车 想起这辈子从认识到现在 他的奇怪之处 我忽然很好奇他 你不是在我去南家的时候才认识我的吧 没想到他这次没对我模棱两可 你是不是也是重 你十五岁的时候 我偶然间见过你 我对你一见钟情 原来是这样啊 不知道为啥 有些失望 上辈子也是 我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他笑着看了我一眼 送了你两辈子的话 我也没想到 你第一次正视我 是给我一巴掌 我后来才知道 南宇这个人藏的秘密可多了 无论是我的身份 还是南清的身份 他都早已知晓 十岁时 他发现南清不是他亲妹妹 不过他性子本就凉薄 亲妹妹是谁他根本不在乎 所以刚开始他也没打算拆穿南清 直到后来林月回到南家又自杀 他才开始后悔 重生一次 那次本来想好好保护林月 不想这次来的是我 于是他将计就计 配合我 那次 我真的没打算帮南清 我只是怕他伤害到你 所以才拉开的你 他一脸委屈地解释 我又想起我那一巴掌了 难得有些愧疚 抱歉 所以 你要不要给我点补偿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我有些害羞 两辈子没处理过感情问题 你好好开车 别出车祸了 我转移话题 他倒也不在意 没关系 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一辈子 我突然对这个词 充满了向往 这辈子重生 我只想着眼前 还没好好想过 一辈子要怎么过呢 侧头看了眼身旁的人 难遇 什么 要不你还是给我当哥哥吧 摸了一瞬 他转头直勾勾看向我 哥哥有很多种 你说的是哪种 我笑 你可以自己猜啊 想追我 哪有那么容易 慢慢追着吧